短篇故事 玲玲狠肉麻 玲玲病到了 她只不过是发烧 她已经不记得上次发烧 要多久才可以好得翻 总之今次就觉得很辛苦 非常疲累 什么都做不到 有心无力 没有事可做 她就胡思乱想 小病来了 她幻想自己大病 即将来临 如果生癌 要化疗的话 那怎么呢 听说化疗 是很辛苦 她自己 未必可以承受得来 如果要死的话 都没办法 骨灰 洒落大海就算了 然后 把现金全拿出来 免得那些法律手续 那么麻烦 要家人又搞一年半载 不如早点拿出来 交给丈夫 然后 然后将一部分 每个月 给妈妈 希望 给到 十年八年 一切 好像安顿好 灵灵 又突然想 如果丈夫 好快有心伴侣 那怎么呢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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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 累積得太多 都不是这么好的 想到这里 玲玲觉得有很多东西想说 想说 都是一些晴晴啪啪的东西 而且她觉得很欲骂 她想 她想和她丈夫